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正后的第一天 然后我现在在体育场里面 这里的气氛还是挺暖和的 政府也送来了许多棉被 军大衣等预寒的物资 我们也吃上了充足的食物 我现在觉得特别的安心 我们全县目前有四个安置点 安置居民大约3900多人 县城有三个安置点 我们这个点位目前是全县最大的一个点 人员比较多一点 我们跟居民分发了方便面 水 被入 保证居民不受动